中国队吗?体操队吗?你们接受采访吗? 我们只接受央视 哈喽大家好,189 看到很多小粉红跟搞不清楚前提数据的舔空台湾人 在跟着起舞 那我只好来对比一下数据 这次台风在台湾的雨量 以及去年至今中国各地有台风或是没有台风 只是下雨的雨量 对比一下到底什么样才是天灾 哪边更是人祸 那现在隔美台风已经从福建 以往江西 而且比起这个台风还滞留在台湾的时候 弱度已经明显减小了非常多 那根据中国百度的资料显示 隔美台风在福建的24号到26号之间 累计的雨量是150到350毫米 有某些局部地区雨量比较大 到了600多毫米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福建地区 也是跟高雄一样水淹大腿甚至到腰部 那这次的高雄我们来看一下雨量 单25号一天24小时累计雨量是1331毫米 7月23号至7月25号这两天的累计雨量 最高地区是1674毫米 那我们的最高是你们最高的两倍有余啊 那这一次福建跟台湾造成的台风是天灾 但是我们对比一下同样发生在今年6月份 没有台风的福建龙岩地区 却被水淹了一到两层楼不等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中共的报导 可以发现当时的累计雨量 最大地区仅仅只有372.4毫米 灾情却远比昨天的高雄来得严重 还有比今天的福建市区来得严重 原因是什么呢?泄洪 广东的梅州英德 还有广西部分地区水库泄洪 所以造成了当时啊 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部分下游被淹没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 也差不多是7月底的时候啊 台风杜苏瑞直奔福建 而这次是台风中心直接穿越了台湾 台湾其实有帮忙减弱了一部分 才让你这个台风往福建区 但上次台风并没有减弱 直扑福建 那次造成的伤害远比台湾南部严重的多了 根据中共的资料显示 当时最大雨量是565毫米 最大地区啊高达了800毫米 那对比一下 这次在高雄最大的雨量是1674毫米 跟单日累计雨量是1331毫米 根本是小屋见大屋 但那次福建的灾情也远比高雄来得严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舔共的台湾人跟小粉你们在对比什么 就是功课都不用做 脏口就来 好像你打嫩宝花了2秒 但是血量剩10% 我打了巴洛骨花了10秒 但我血量还有50% 然后被你喷说 我们效率高了2秒打掉嫩宝 或是像打英雄联盟 打王者打传说对决的时候 你被小兵打到残血 转过来笑话你的队友 被敌方英雄打到残血 你们都是在拿什么不同的量级在对比啊 我们再来看今年4月份到7月份 中国被淹水溢到三楼不等的地区 降雨量为何 记得啊没有台风来哦 4月1号到4月28号 广东累计最大雨量是 1128.9毫米 这是28天的累计统计 每周啊英德都淹大水 英德的医院还灭顶 高雄可是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你们 28天的累计雨量 那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淹呢 中共上游泄洪 接下来看一下湖南平江跟岳阳 这我也做过类似的影片对吧 6月18号至7月1号 平江占的降雨量是764.2毫米 然后你被淹了几层楼 1到2层 有道理吗 完全没道理 就是上游泄洪嘛 而上游的水库也发出了红头文件说 哎咱们要临时突然泄洪啊 赶快撤离吧 给你半天的时间 给你4个小时测 不等 那再来看一下广西桂林啊 最惨的地方淹到快4公尺 这个篮球架的高度 从底到最上面将近快4公尺 对吧 从6月12号至6月19号 仅仅7天 桂林的累计雨量700毫米 最高的地区达到945.5毫米 这是7天的累计雨量 却淹得比高雄还惨 还有6月21号至22号 当日常德市的最大降雨量是471.7毫米 结果也是被淹了1到2层的不等的高度 原因是什么 也通通都是泄洪 很多小粉红跟一些虽记的台湾人说 哎你们不是很爱笑中国淹水吗 不是 我们笑的是中共政府的道行律师 所以到底谁才是把中国跟中共飞不开的人 是你们 为了可以打倒你通婚的民进党 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 如当年的石进堂 我为了打倒下面的汉人其他的力量 我宁愿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契丹人统治 你们就是这样的行为啊 没有区别啊 7月8号 重庆跟四川部分地区的下暴雨 对吧 两日的累计雨量是236.9毫米 结果也是造成的部分地区被淹了 7月20号辽宁沈阳下了大雨 哎这次没有泄洪了 对这次绝对没有泄洪 但是造成的沈阳部分地区淹水至腰部 大腿不等 我们来看一下沈阳当天的降雨量为何 单日平均降雨量为33毫米 最大地区是128.3毫米 市中心的平均降雨量是38.2毫米 淹最惨的市中心的降雨量最大也只有82.7毫米 你说这个跟高雄的1000多能比吗 零头都不到啊 你要比什么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周周被淹的最惨的地方 当然还有其他像霸周之类的 累计四天最大降雨量是435.7毫米 全市平均降雨量是多少 355.1毫米 结果被淹了多久 一个半月乃至两个月不等 水退之后习近平才从北戴河跑去看灾市场 当时最高被淹到两三层楼高啊 许多民众都跑到小区的阳台等待接舶船 救援船来二楼来三楼接送你们对吧 这个影片我去年都做过也播过 那原因是什么呢 泄洪吧 保住习近平盖的大烂尾熊岸心区 这个人口基数远远比桌州霸州的人 还少得多了去 但是他是身上的面子必须得保住 而如果按照天災人为不干预的情况之下 其实熊岸心区才是应该被淹最惨的 这样才叫做天災 而你用人工的方式把熊岸心区的天災 转移到人口更多的桌州跟下游的霸州 那这个就是人祸 至今桌州人民有拿到国陪吗 分享一下吧 所以我不曾笑话过台风或是地震 造成中国地区的灾情 而我笑话的是 小粉红帮助中国共产党洗地 无视泄洪 甚至合理化泄洪 没有国陪 还无视中共政府拿红旗摆拍 盗卖物资 而正是你们小粉红的死地 无视了自己同胞遭受了中共的人祸 笑话日本或是台湾的台风地震的天灾 所以你真的不要拿这种 不一样的前提再比了好吗 台湾如果今天给你中国共产党统治 这种台风 这种雨量 你们的排水功能 你们的地下道功能 你们的泄洪机制 今天这场台风 我跟你说台湾全部被淹五层楼 又碰到这个海水涨场 而影片的最后带大家看一个更暖心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巴黎奥运准备要风风火火的对吧 而自由亚洲电台刚好在巴黎街头 看到很多各国的队伍都有去采访 采访刚好看到中国队也来 去采访现在中国队 结果中国队说 咱们不让采访 咱们只接受央视的采访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中国队吗 体操队吗 你们接受采访吗 我们只接受央视 只接受央视的采访 那其他媒体为什么 他们怎么说的呢 对 不同意的 OK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要通过队里来通知我们采访 大家可以了解花交叉 有没有 非常的搞笑 你是多怕 各国的媒体 都可以互相采访 只有你们只能接受央视 你是多怕说错话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跟北韩一样 北韩也是不能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因为他们会说 会被人家断章其遇跟抹黑 其他国家都不怕就你们怕 然后你们央视也可以去采访其他 其他国家的队伍 其他国家就不怕被你们断章其遇吗 你这么怕你不要来参加嘛 而你知道吗 中國隊是帶了最多媒體記者的國家 你帶了多少? 你帶了兩千多位的媒體來採訪 這兩千多位包含了 攝影師啊、個人攝影師啊、記者啊 臨時記者啊、體育記者啊、轉播記者啊 還有很多很多像燈光師啊、收音師啊 你覺得有沒有很誇張呢? 你知道在辦這次巴黎奧運的時候 非常多的巴黎市民啊 都會號召我們要去塞納河畔拉死,對吧? 我們要把這個市長的面子給打爛 甚至直接向市長 人家怎麼不怕被抹黑 人家怎麼敢直接講出這種 在你們眼裡是大逆不道的話 但你們在怕什麼? 當然小粉紅肯定會說 這種海外反共的媒體啊 我們當然不能接受他的採訪 你不是說要把中共跟中國分開嗎? 反共的去問中國隊 難道這個中國隊伍你們覺得是屬於共產黨的嗎?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我們只接受央視的採訪 這是什麼意思呢? 按小粉紅的邏輯就是 非央視的媒體都是造謠 不只有自由亞洲電視台 而所有的法廣、法新、美國之音、德國之聲、英國BBC 就如此類的日本媒體、日本財經 全部都是造謠媒體,對吧? 誒!我問一下 李文亮這個是誰造謠的? 誰說要拘捕李文亮? 誰說李文亮是造謠分子? 這是誰說的? 哪一個電視台說的? 我們在放眼這些國際媒體 哪些是由黨支部進入的? 除了朝鮮國家電視台 還有誰?中國央視嗎? 還是你否認中國央視有黨媒信黨的傳統? 還是你否認中國央視是隸屬於中國共產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怎麼又說中國跟中共要分開呢?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為什麼還有人在舔這樣的國家 這樣的樣板國家 這樣的樣板隊伍 真的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小小見了,拜!